三名来自霹雳州的这个火箭国会议员 尼可敏 西华古马 还有尼可汉 那因为要求解答1MDB的问题被驳回 结果就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 要求议长辞职 惹怒了议长 说这根本是在侮辱议长跟国会 因此就要求他们三个人道歉 但是这三位YB还真的是站得很硬 不道歉就是不道歉 还说如果国会议员不准在国会提问 伊马公司的课题 难道要去巴刹提问吗 那今天惩罚来了 因为议长班迪卡驳回了 与伊马公司相关的动议 而要求议长辞职的三位 霹雳州火箭国会议员 尼可汉尼可敏西华古马 坚持自己没有犯错 所以不道歉 结果呢就被说侮辱国会 今天被副议长罗纳尔建迪 逐出了国会议会厅 长达10天 引起哗然 尼可汉在罗纳间谍还没做完宣布的时候 就站起来想要为自己辩驳 不过被制止了 那后来站着的尼可汉呢 就要求所有国会议员 就他有没有侮辱国会这件事情 投票决定 然后呢副议长罗纳建迪就没有给他们时间投票解释或者是辩驳 那带着情绪的朝野歪逼们就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结果造成议会厅内是骂声四起一片混乱 尼可汉和西华古马被逐出国会议会厅之后 就在一众行动党兄弟姐妹们的朋友之下 来到国会媒体是这里召开记者会 他们对于议长的这个决定深表疑惑 还说自己不懂究竟做错了什么 此外他们还质疑议长班迪卡是不是自己当法官 违反了国会规矩 因为他们是在议会厅外促进议长辞职的 为何会援引议会常规来驱逐他们呢 当然呢本级国会还有八天就结束了 他们三人这么被禁足 意味着他们没有办法参与选区重划报告 以及假新闻法案的辩论与表决